臺灣第一個當代偶戲團 無獨有偶 今年邁入十五週年 在臺北偶戲館展出歷年來的作品 藝術總監鄭佳音說 從高中開始 他就以作偶戲為職質 秉持無物不成偶的觀念 從世界各地帶回不同的演出方式 其中兩間零三年的作品 快樂王子利用特殊的鐵枝懸絲偶 操偶師跟戲偶一起在臺上演出 廣受好評 他們未來還要打造一座偶戲村 讓當代偶戲在臺灣發揚廣大 兩位公主快樂地跳舞 音樂家在鋼琴前 彈出輕快的旋律 戲偶生動地做出各種動作 這是臺灣第一個當代偶戲團 無獨有偶的作品 快樂王子 因為它闡述的是一個分享 溫暖與感動 那我們覺得偶戲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人文的關懷 在這麼寒冷的冬天裡面 為什麼就會有一個小燕子在這裡飛舞呢 小燕子 你是不是要來告訴我什麼呢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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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它是盛行於東歐 尤其是捷克的一種偶戲的形式 那它的特色是 其實一般懸絲偶就是身上只有掉線 那鐵絲懸絲偶就是 它還會加一根鐵棍在它的頭頂上 所以演員就可以 很輕易的一個人拿兩隻偶 偶戲團無獨有偶 今年創團滿15周年 秉持無物不成偶的觀念 任何東西都可以要上舞台變成主角 藝術總監鄭佳音 從高中時就非常喜歡戲偶演出 30歲時跟志同道合的朋友 開始他們的偶戲之路 我就是在那時候看到一些偶戲的表演的時候 我好像突然被觸動 覺得說這就是我未來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立定了這個志向 因為其實我覺得剛好偶戲 對我來講是我最好的表達的工具 接觸世界的方式 無獨有偶的超偶師不像傳統演出躲在布幕後 而是跟戲偶在台上一起亮相 呈現出人和偶的和諧感動 為了慶祝15周年 在台北偶戲館展出歷年來的作品 偶戲演員非常不容易是 一般演員會的他全部都要會 就是他的身體聲音的基本條件 然後加上他還要學操偶 那在劇團更重要更重視的是我們的演員都要學製偶 要學製作戲偶 所以我們的團員就是從戲偶的製作到表演 都要親手去參與 2002年的作品 《我是另一個你自己》 由十個人生不同段落組成 呈現出生命中的驚奇以及意外 入圍第一屆台新藝術獎 同樣入圍台新藝術獎的作品 還有2009年最美的時刻 描述一個代筆作家 借他人之口發出自己的聲音 別人的存在反映了他空洞的人生 人跟偶的多重層次 呈現出戲劇的強大張力 每一部作品都為偶戲帶來不同的創意 藝術總監鄭佳音說 影響他最深的是法國香提偶戲團 香提現在已經將近80歲還在創作 對 其實2003年 我有親去法國上他的工作坊 對 那時候看到他我就覺得 我要哭了 你是影響我一生一輩子的人 2013年無獨有偶 還為宜蘭綠色博覽會打造偶戲 呈現出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15年的時光 他們為台灣帶來一場又一場的演出 上演的不只是偶戲 更是他們的青春夢想